因地制宜,一村一品 已成为麻沙镇推进特色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四百多亩种植面积,八百多万元年产值 草莓托举其扁西村走向富裕的希望 使这里享有民北草莓第一村的美誉 中下的话就大家能玩就没有什么事情做的 像种了这个一年到晚都在做事 这个就是讲做来的,你不去做也是没有的 就是这样,你如果好像讲有的赚钱啊 有的亏本啊,讲不来的东西 这个就是讲要人去做,那就收入比较好 清明刚过,林琼琪就和农户们在田间忙活起来 他们把淮山快精埋进土里 这样就完成了淮山种植的第一步,夏苗 在麻沙,淮山堪称历史最悠久 也最迟名的特产 自宋代起就开始种植 淮山又叫淮山药或山药 学名鼠玉